如何选择风光摄影的最佳镜头 摄影构图和焦距的选择 都说镜头要比机身重要 那么什么样的镜头适合风光摄影呢 通常我们都会选择广角镜头 因为大场景风光需要大视角 才能将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个画面中 其实长焦更容易找到单个有趣的元素 或者创建一些更抽象的图案 那么同样的风景 他其实永远都在那里 对于每一个摄影师都是公平的 而不同的人可以用不同的镜头 拍摄完全迥异的构图 不存在谁的模特更漂亮 更有气质的问题 这就是风光摄影的美妙之处 也是我酷爱他的原因 我是詹姆斯余震 一名生活在澳大利亚的职业摄影师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 如何选择合适的镜头拍风光 第一 永远都偏爱广角镜头 那其实最佳镜头肯定因人而异 但大多数的风汪汪摄影师偏爱广角镜头 包括我 因为越广的焦距能够容纳更多的元素 当然可以更轻松的拍摄风景的全貌 那广角镜头它也能够放大背色物体之间的距离 它也有更大的景深 镜头越广景深就会越大 当焦距超过16毫米时 即使你使用大光圈拍摄画面中的一切都会显得更清晰啊 如果你掌握超焦距的原理 几乎就不用考虑对焦的问题了 因为很多时候其实你都不知道风光要对哪里对焦 那所以干脆我们就把一切都拍清楚 无论你用何种镜头啊 改变这个拍摄位置 我们要实时的去查看液晶屏当中的这个实时取景的变化 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 我习惯把焦距跟构图啊 画上等号 选择正确的镜头就等于选择正确的焦距 因为它取决于你想如何解释这个特定的场景 构图没有完全正确或者错误的说法 那我的习惯就是元素越少的场景 越适合贴近主体使用超广角 而元素越多 我们则偏向更保守的长焦距并且后退 第二常用焦距分析 那哪些是风光摄影最常用的焦距 嗯 他们的优缺点以及适合的拍摄内容 这也是镜头改变构图方式的一种实际体现啊 我们从最常见的70200中长焦镜头说起 其实它在我的风光摄影中 并不常见 那最大的缺点一定是很重啊 不适合徒步携带 主要我们把它用于一种高机位 拍摄远处的景物 如果你去藏区拍摄日照金山 或者去员洋拍梯田 都能用到它 如果你不拍冷像的话啊 我其实更推荐一只F4光圈的小三圆镜头 来替代那个又中又长的2.8光圈的镜头 毕竟方便携带是风光摄影师更关心的指标 那么如果你想用镜头去在线露眼看到的场景 那么50毫米标头肯定说呃能复制人类的视野啊 因为我的包里永远都会有一只武林顶 因为很轻吧 总有机会用到 但是50毫米拍风光 荣誉流于平庸 因为谁愿意去看 去拍这种露眼就能感受到的东西呢 那观众更希望看到的都是 有所突破与众不同的视角 那么像这种35毫米 我们被习惯称之为人文焦距 我自己对它一直是又爱又恨啊 因为35毫米属于挑战 你的构图想法的这种焦距 它比标准镜头要包括更多的场景 但是仍然需要你有所取舍 而且它没有明显的这种失真啊 我其实拿35主要是用来接片拍摄全景作品 那28毫米是胶片时代风光摄影师的最大 它是75度的这个视角啊 它不会有明显的失真 因为那个时候的暗房技术 它无法应对更大的变形矫正 28毫米可以在拍摄对象跟背景之间 保持一种平衡啊 很适合拍城市建筑 那数码时代这个优势就没有了 28毫米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吧 那么24毫米就开始有透视失真了 那拍摄的时候你必须注意横平素质 不要翘头拍摄啊 或者画面中不要有直线 那么24毫米同时可以拍摄广阔的风景 也可以保证良好的空间感 而这也就是所谓前景跟背景的分离 能够造成这种戏剧性的构图啊 适用于起伏平缓的大场景 也是星空摄影拍摄银河细节的最佳选择 那16毫米曾经是超广角镜头的极限 因为单反镜头超过16毫米 它都是夸张的灯泡头 重量体积跟价格都是成倍的上升 其实16毫米已经超出了人眼的视觉极限 可以营造出非常夸张的视觉冲击力 随着镜头的焦距越来越广需要你越来越靠近拍摄的主体 并且机位最好也越来越低 这样拍摄可以强调前景的孤立感 16毫米其实是现代风光摄影最常用的焦距 任何一名摄影师都会用到 应该算是单反时代真正的标准广角焦段 那么11到15毫米啊 每一毫米的增加就意味着更多的东西被包括进来 也意味着镜头的价格越贵和口径越来越大 可以说广一度贵一倍难用十分吧 鱼眼镜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 最广的8毫米鱼眼 它可以给你180度的视角 你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很特殊 但是不耐看 必须小心使用 寻找适合的场景去拍一些有趣的作品还是可以的 但是大片就算了 鱼眼视角基本拍不出耐看的作品 新手一定不要轻易尝试它 圈腿 那么我推荐你购买14到35毫米之间的非灯泡镜头 比如佳能单反的EF1635 f2.8 无反的RF1535 f2.8 尼康那可以选择Z1424 f2.8 这是目前综合能力最强的风光摄影变焦镜头 或者这支廉价版本的Z1430 f4 那么索尼微单的你可以选择GM1635 f2.8 或者是F1 1635 f4 如果你不在乎滤镜的方便性 那么尼康单反的1424 2.8 以及试马的各个版本的1424 f2.8健身头 也可以考虑 第三 变焦还是定焦 你有没有发现我焦距分析都是具体到没有一个焦距值 但是镜头推荐全变成了变焦镜头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定焦跟变焦各自的优势吧 如果你列一张表格 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因素都是定焦占优势 比如定焦价格相对便宜 画质更好 光圈更大 体积更小 重量更轻等等 那只有在多功能和使用方便性上面 变焦要远远优于定焦镜头 女人一白遮白丑 那风光摄影镜头的方便性也决定一切 有时候向前一步是悬崖 退后一步是沼泽 机位很可能你就固定在某个区间不能移动 那么定焦靠走就无从所及 那又因为户外天气变幻莫测 风沙雨雪都让你不能频繁的更换镜头 其实我在户外从不换镜头 因为教训太惨痛 我宁可拍不到 如果你真的热爱风光摄影 如果你只买一支镜头 那一定是超广角大光圈变焦镜头 比如尼康的Z1424F2.8和佳能的RF1535F2.8 就是不二支选 贵但是值得 四镜头组合推荐 星空银河城市夜景 海景漫门雪山草原 其实不同的风光场景 对镜头也有不同的要求 实际选择你会更困难 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到价格重量 眩光性 性能锐度 甚至品牌卡口影响 那么我今天提供了三种方案 希望给你一定的启发 学生或者预算不够的 你可以考虑七工匠的小毫米F2.8 用来拍星空 尼康的Z1430F4 比如索尼的1635F4和佳能的RF1435F4 作为主力风光镜头 你配一个维着式的851.8兼顾能像 原厂的变焦加国产定焦的组合 价廉五昧 你不想动脑筋的这种有钱人 你直接就是Z9加A或者A1 或者R3直接加大三元就对了 商家看到你最开心 全焦段你自己也开心 从风光到扫街 从人像到星空都能拍 而且二手镜头的保值率还不错 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 其实太奢侈了 不靠摄影吃饭真心没必要 那我自己现在的一个组合 就是适马的14毫米F1.8 我转接用来拍星空 尼康的Z1430F4 这是我的主力风光镜头 尼康的Z85F1.8 偶尔长焦拍点东西 当然你也可以用一支Z1430F2.8 加Z50108来替代 我推荐你先去借用或者租用 这种不是在店里随便摁几张 你就知道好不好 适不适合的 你真的要拿到现场去体会 一击一镜 强迫自己连着用几天 你就知道适不适合你 第五 评估一下你的老照片 对于拍了一段时间的人 回顾一下所有的照片 其实选出20张最好的照片 更有价值 你能看到一种自己焦距的使用趋势 比如我到底更偏爱哪个焦段 就很清楚 显然还是广角 但是长焦比我想象中要多 你也来做一个表格吧 有的时候数据 比一切 我讲的都要更说明问题 其实你也可以分析 别人的最佳作品的焦段选择 其实网站只要有EXIF信息 你就能够看到我始终坚持镜头是拍摄照片的核心 它对构图创意的影响远远大于机身 最后的友情提示 你不用担心买错 因为镜头的保值率要比机身高很多 而且最近物价飞涨前不值钱了 据说镜头越来越保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